陈卫明目前在真的假的李当主持人也分享许多鬼故事 翻设自陈卫明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艺人陈卫明号称鬼王 有灵一体质的他常常遇到很多离奇的事 现在正逢农历鬼月 陈卫明也在节目上分享许多鬼故事 其中被问到哪个摄影棚最英时 他秒回华市 他就曾在摄影棚旁的走廊上 看到一股蚓人马雷蒙在对着外面笑 陈卫明在节目上分享多次遇见鬼的经历 翻设自陈卫明脸书 据与Eat News报道 陈卫明近期见了综艺节目真的假的主持棒 今日节目录影时除了说出认为华市摄影棚最英森外 还加码表示以前的中影文化城也是发毛指数破表 那时候在拍包青天半夜会听到 有人喊声唐冤枉啊 可是根本没人 而他也透露自己遇到好兄弟的身体 反应就是被体会发凉 不是感冒的冷 是真的感觉有东西钻进你身体的那种 陈卫明有鬼王之称 常常见到好兄弟 翻设自陈卫明脸书